你們知道日本人早餐都吃什麼嗎? 哈囉大家好我是Fersey Sajan 大家知道日本的早餐不像台灣這麼幸福嗎? 台灣每天早上5、6點的時候 巷口就會飄來一陣 蛋餅啊、鐵板麵的香味對不對? 而且鐵板麵還可以高達6種口味 大家想像到的日本的話應該是這樣子 沒錯因為日本幾乎是用早餐店的 所以日本人的習慣是在家裡吃完才會出門 那我以前在日本的時候 我一早就吃烤魚、白飯、味噌湯 不過這次因為是幫他煮的關係 但是現在的年輕人幾乎沒有人會這樣子做 而且早餐也越來越適時化 那大部分人吃的可能是 煙菜、白飯、牛奶、吐司 根據日本網路調查 日本早餐排行榜 第一名居然是 咖哩麵包耶!我好驚訝喔 第二名呢就是 味噌麵還是飯糰 這個就覺得我們可以理解 那第三名呢就是 味噌湯 不過最近的早餐流行趨勢呢 日本是開始吃 營養骨麥片 已經有高達11%的日本人都是這樣子吃的 那就從以上人看 日本人的早餐都是 以方便快速好解決的東西為主 但是就營養的攝取就太過單一了 所以多樣性的營養骨麥片 做成為了早餐的新選擇 那今天早餐就吃這個囉 欸? 吃 嗯? 大胃王現實大菜 什麼? いきなり 如果你在十分鐘之內 沒有吃完這些的話 你的臉就要讓我亂化了 啊!我不要為什麼 進食開始 好啊! 其實我平常吃的喜歡是 不要倒在一起 我會翻開 配著吃 我比較奇怪 我覺得好像是不是有希望 いただきます 嗯! 好夠 裡面有草莓 玉米香蕉 蔓越莓 蘋果 葡萄乾 燕麥跟米 所以很有飽足感喔 這有限時嗎? 限時十分鐘啊 啊!什麼? 好! 我這樣子沈過來 它好像這個 少山峰 就少了一點欸 好!倒數計時十秒鐘 十 九 八 算了你根本就吃過 我們直接沈拔開始吧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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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那水! 欸! 欸那水 我如果有吃完的話 可以得到什麼? 妳根本不可能吃完的啊 而且妳也太晚問了吧 什麼啊? 那水妳拿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 啊怎麼那麼多? 在吃的時候 因為這個很好吃 沒有時間限制 我是可以吃得完的耶 因為你看我剛剛那個 小山峰已經吃掉一半了耶 而且因為平常 我也會當零食吃 其實我還蠻喜歡乾吃的 然後它的水果片也很多啊 而且我比較驚訝的是 它是有米粒在裡面耶 因為我剛剛一直吃 其實是都沒有米耶 喔好可怕喔 妳有幫人畫過嗎? 不要擔心啦 我會幫妳畫得沒有好來的巨星移啊 我感覺很不對勁耶 怎麼辦? 山葉的畫的狀況總是不一樣的 為什麼我要在這邊受這個審罰 我覺得太莫名其妙了 好可怕喔 這臉要爛掉了啦 這臉要爛掉了啦 我要笑 噢 這臉要爛掉了啦 現在就來看一下我的 礦式劇作 這我可以看了嗎 好來 妳可以轉過去看嗎 噢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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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這麼真实? 為什麼這麼真實? 不要擔心啦 我會把妳畫得沒有好來的巨星一樣 喔好可怕喔 中文字幕——YK